你好 在双创的今天 发明是一个热门的词汇 自从从零到一这本书在中国热卖之后 大家都说自己要做从零到一的发明 而不是从一到N的 其实发明哪有那么简单 它本身就是一个从零到N的过程 世界上从零到一的东西很多 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 真正完成伟大发明的 都是那些能够从零走到N的人 因为只有到了N这一步 发明才真正算发明 因此迈克尔古德里奇讲 所有的发明都是以最后一个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 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呢 而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第一个呢 因为第一个发明家常常不可考 最初的发明能否算数争议很大 比如说我们今天常讲 1946年美国人冯诺伊曼 莫奇利和埃克特发明了电子计算机 当然你还能往前推 说德国人楚泽发明了第一个可编程的计算机 再往前还有巴贝奇发明的插分机 虽然他没有做出来 再往前还有莱布尼茨和帕斯卡 中国人还可以说算盘是计算机 非洲人还可以说 他们在骨头上刻了几条线的彭巴列骨头也是计算机 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 因此对于计算机 大家通常只知道冯诺伊曼 莫奇利和埃克特等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 即便第一个发明家可考 他的发明通常不实用 和后面真正实用的发明相差十万八千里 比如虽然美国国会为了让意大利人高兴 还正式承认意大利的莫奇是第一个发明电话的人 但是莫奇的那个玩具和后来贝尔发明的电话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就是在意大利也没有几个知道莫奇的人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 没有最后 只有更后 问题是在发明上 当一个发明最重要的环节都被完成后 后来的人的工作都不被誉为发明了 而叫改进 因此那个最后一个还被称为发明人的人 其实对这项发明贡献最大 好了 说了这么多铺垫的话 现在我们讲回到造纸术 中国人早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就掌握了用廉价材料造纸的方法 而欧洲人掌握这项技术 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 发明这项技术的 是东汉的一位叫做蔡伦的宦官 在日本人写的 介绍中国宦官的一本书中 蔡伦被认为是在中国伟大的宦官中 排名第一位的人物 著名航海家郑和排在了他的后面 蔡伦发明造纸术 这本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可是偏偏有一些 具有质疑精神的时代新人 质疑本身是好的 他们不仅对此事提出了疑问 甚至质疑到中国所发明的 纸张的历史作用 因此倒是值得追本溯源 给蔡伦的造纸正证明 今天对蔡伦质疑最多的 聚焦于他究竟是不是 第一个发明纸张的人 持反对态度的人 证据似乎很是确凿 考古学家发现了稀罕的纸张 时间显然比蔡伦要早很多 于是简单得出结论 纸并不是蔡伦发明的 请注意 这个质疑首先偷换了一个概念 把纸张的发明和造纸术的发明 混为一谈了 蔡伦发明的是一整套 采用便宜原料 大量制造出便宜纸张的工艺 而不是说在他之前就没有纸 这是其一 其二 能造出一张纸 和能够形成一个造纸产业 这是两回事 其三 在蔡伦之前 确实有用来垫着油灯的纸 其作用相当于抹布 而不是用于书写 因此 这并不在我们讨论的文字载体之列 有的时候 一定要追究一项发明的第一人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只要有时间考古 常常能够找到更早发明的证据 但是越往前追溯 就会发现 找到的那些发明雏形 与后面真正改变世界的 那个伟大发明相比 就越来越不是一回事了 因此 不管大家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在历史上 发明的荣誉 常常是给最后一个发明者 而不是第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蔡伦既是造纸术的第一个发明者 也是纸张最后的发明者 他的贡献是发明了一种具有通用性的书写载体 而这件事在蔡伦之前没有发生 但是由于他的杰出工作 传承文化的廉价载体首次出现了 对蔡伦的第二个质疑是 因为菜喉纸质量太差 使得中国在使用纸张记录信息之后 反而找不到历史的原件了 质疑者所说的当然也是事实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反而是用竹简 甚至甲骨留存的历史档案 时间更持久 美索不达米亚的泥版 和古埃及的石板 则更有利于保留档案 但是不要说蔡伦当年的纸张了 就是今天的纸张 想要保留上千年 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纸张含有酸 很难保留太长时间 在美国 重要文件的原文 都要求用很贵的无酸纸打印 或者是书写 以是否能保存信息达到上千年 来质疑蔡伦的历史作用 似乎过于苛刻了 蔡伦发明造纸术的目的是 制造大量的便宜的书写工具 用来传播信息和知识 并不是为了保存档案 因此 没有留下历史档案这个罪名 安不到蔡伦的头上 蔡伦代表的中国造纸术的历史作用 首先在于将书写载体 变得便宜 轻便和易于使用 相比之下 西方的纸杀草纸 或者是羊皮纸 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 因此从东汉末年到隋唐 虽然战乱不断 中华文化却在不断的发展 这里面 纸张的贡献不可低估 中国的造纸术 在公元八世纪 被阿拉伯人学会了 他们在打败了唐军之后 俘获了一批工匠 造纸术就传到了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 然后进入摩洛哥 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 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 传进欧洲 造纸术每到一处 当地文化就会得到 很大的发展 欧洲的第一个造纸作坊 于1150年在西班牙诞生 一百多年之后 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个造纸厂 当时正是淡丁生活的年代 很快文艺复兴就开始了 又过了一个世纪 法国成立了第一个造纸厂 然后欧洲各国 逐渐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1575年 西班牙殖民者将造纸术 传到了美洲 在墨西哥建立了一家造纸厂 而美国 也就是当时的 北美殖民地的第一家造纸厂 于1690年 才在费城附近诞生 这早于北美独立运动 造纸业的发展 和西方国家的文明进程 经济发展 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而且一般都先于重大历史事件 这也并不奇怪 文明的进程 常常和知识的启蒙和普及有关 而知识的普及 离不开廉价的载体 也就是纸张 讲到这里你会发现 蔡伦就是一个最后的发明者 因此所有的荣誉都给了他 在蔡伦之前虽然有纸 但是那些纸 要么用途和蔡伦的是两回事 要么跪得要死 所以没有人知道 第一个第二个发明者的名字 而在蔡伦之后 就不能再称之为发明了 只能用流传 改进等等来形容了 你也成为最后一个发明者 祝东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